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N与阿Lan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唐狄生的故事 根据郑孟霞在《唐狄生的艺术》这个节目中透露 唐狄生的嗜好就是喜欢画油画 涉影和钓鱼 唐狄生的为人相当着重衣着 还有他在写曲的时候 通常较着重女主角的部分 另外唐狄生写完《再世红梅记》之后 他曾经表示过以后都不再写剧本 怎知他的这句话成为一语成参 之后就再没机会再写剧本 因为写完这个剧本之后 他就因为在《观赏再世红梅记》首演的时候 他就中风脑出血就不幸逝世了 接着我们就跟大家讲讲唐狄生的作品了 由1938年唐狄生第一部粤剧作品《江城解语花》 直到1959年去世的二十年里 他是相当多产的 他一共写了四百四十六个剧本 即是平均一年可以写二十几个剧本 而事实上在他全盛的时期 他每年可以写三十至四十个剧本 其中是1943年写了四十三个剧本 1944年写了五十八个剧本 这两年就是他一生的写作生涯中 创作最多的年份 此外他在1950年至1955年之间 一共写了一百七十个剧本 这一百七十个单在1950年写了四十八个 这也算是他创作生涯中的另一个高峰 唐狄生写的剧本 操持就是清俊雅丽、阴韵和谐 更是妖良三日 唐狄生的写作水平是极之高的 而他剧本所描写的人物 都是感情丰富 所以有不少被改编成电影 比如说很多古装片 就有帝女花、花凤成龙、蝶影红尼姬 再细红梅姬、指差妓姬和乐神等等 这些戏曲片 其后都拍成电影 其后唐狄生也写过一些时装片 时装片有 花刀以梦、情大嫂、十载繁华一梦萧、夜夜念奴娇等等 他编写的《粉城骂客》、蓝芬、十载繁华一梦萧 更加是运用了电影和画剧的首发来表现 当时几乎所有粤剧《雄龄》都有演出他撰写的剧本 比如说 涉角仙、马思增、陈锦堂、方艳芬、红线女、邓碧云、何非凡、麦炳、吴君丽、罗艳卿、任劍辉、白雪仙等等等等 这些粤剧《雄龄》都曾经演过他的剧本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唐狄生的作品列表 首先是《钱》 首演的日期是1946年3月 剧团是《前进剧团》 参与演出的就是《罗品超》、《韦少芳》、《欧楚桥》和《梁国锋》 第二套是《四千金》 1946年4月的作品 剧团是《前进剧团》 演出是《罗品超》、《韦少芳》、《欧楚桥》、《鄭碧影》 第二套是《鸟锡》、《前进剧团》、《黎键》、《罗品超》、《尾啸芳》、《湾海山》、《鄭碧影》 接着是金锤博银锤 演出日期是1947年7月 是伤红剧团 演出人是陈锦棠 新马思增 李海泉 肖新拳 接着是洛洪凌眼 演出的日期是1946年7月 剧团是胜利剧团 演员是马思增 凤凰女 红线女 金燕明 接着是夜来香 演出日期是1946年8月 剧团是大龙凤剧团 接着是夜来香 1946年8月 剧团是龙凤剧团 演员有罗品超 余丽真 李海泉 白俱永 接着是碧血黄花 1946年的10月 剧团是龙凤剧团 演员有罗品超 余丽真 李海泉 白俱永 接着是桃园 普月龟 1946年的11月 剧团是胜利剧团 演出的有马思增 魏丽真 魏丽真 魏丽坊 古尔逊 魏丽逊 红线女 跟着是彭兰14年 是1946年的作品 剧团是龙凤剧团 演出有罗品超 李海泉 余麗珍 和白俱榮等等 今日和大家分享唐迪生的艺术人生 分享到這裏暫時結束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大家留言點贊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N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